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阿亮校长今天晚上因为有事 由我来代班 今天是我们我为人人系列 第二场 第二场的讲 第二场我们一样是由我们文胜老师 来带给大家最精彩的课程 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呢 是人人都会做线上教材 那线上教材非常不简单 而且现在呢线上教材可以 就是作为我们上课的一些补充 另外孩子可以做一些复习 也是我们现在就是 老师制作教材的一个算新的主流 但是在制作线上教材的时候 可能有一些美感 跟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细节 那我们今天呢就请文胜老师 来一一给我们来分享 就掌声欢迎文胜老师 谢谢大家 今天人比较少 那我们 我就直接开始了 我把画面切过来 各位有看到我的画面吗 桌面 有 那我 各位看到新制图 有吗 我们今天讲的线上教材 大概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指我们一般在YouTube上面看到的影片 然后 第二种呢 大概就是把那个写好的教案放在网路上 所以以这两种为主 那我们先直接先从那个线上就是录影 怎么放YouTube的部分 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美港的部分 好 都听得到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 因为我们平常做线上教材的时候 其实以我们做Arduino的那个教学 或者Squatch的教学 那大概最常用到的就是萤幕录制 萤幕录制 那萤幕录制软体也很多 从那个Evercam到以前的Campasta 那个都有在用 但是我们最近 我个人比较习惯功能简单的 所以我会以这个Ocam为主 Ocam 那Ocam它的操作其实非常的简单 它就只有录影的功能 没有其他的功能 那可是我们在录影上传到YouTube的时候 会有一些美感 好,比如说 我们在 我们在看一般YouTube影片的时候 好,我随便举个例子 好 那在看YouTube影片的时候 它的那个解析度 这边会有一个解析度的设定 那这个解析度的设定 在一般的一般的情况下 其实大概 720dpi 720p应该就够了 但是如果我们要做这种 Squatch的教学 它那个积木其实 蛮小的 或者是说你的电路的部分 你在做那个 硬体接线路的部分 其实它需要比较清楚的画面 那所以我们通常会需要到 1080p或1440p的HD的解析度 那这样的东西看起来 在这个积木上的文字的清晰度就会差很多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如果你是做线上录影教材 尤其是像写程式的 这种画面很小的 那我们就会希望 这个是 这个是1440p的部分 你去看的时候 你才会觉得这个字看得清楚 看得到 才会觉得看得清楚 看得到 那如果你用720 这边可以选 所以一般我们如果没有特别设定的话 它点说大概到720左右 那720你来看的时候 这个字就会有点糊糊的 有点糊糊的 那所以 如果你没有把这个地方给设定好的话 通常我们上传上去YouTube上面之后 它的那个解析度就会变得蛮差的 那所以这个地方 我们待会在录影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我先来讲一下那个软体 软体名称叫Ocam 它是免费软体 网络上都找得到了 下载的部分我就不再强调了 它就是各种语言版本都有 所以你不用担心看英文的部分 那我来执行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好 它每一次在打开的时候 它自己会去检查 会去检查你的电脑的Ocam 是不是最新版本的 那如果不是最新版本的 它马上就会跳出一个问 你要不要更新 然后它更新也是全自动的 所以其实用起来很方便 那它选项其实只有也不多 选项很少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框框 就是它的录影范围 那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把这个录制区域 我就习惯用全萤幕 全萤幕它就会整个萤幕都会把它录下来 那这个绿色的点就是它的范围 你还可以微调 还是可以微调 那当你按录影之后 这个绿色点就会消失 这个绿色点会消失 消失代表说你正在录影中 那所以我们除了这个地方要注意之外 然后声音你要录声音的话呢 你要去选你用哪一个麦克风去录声音 如果你一开始没有特别选的话 它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这两个地方要留意 然后编码器通常我都不理它 因为现在没有选都可以用 那但是在设定上有几个Meg是要注意的 它就会在这个Menu里面 Menu的选项 这个是有中文版的 所以它语言这边可以选到中文 那唯一要注意的选项就是这几个 第一个调整大小 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在录制的时候 其实不管你的画面 不管你的画面是多大多小 你的荧幕解析度多大 那它都会帮你在录完影之后 直接帮你调成这个解析度 那所以一般我都会调1440 一般我都会调1440 然后只要你录了这个解析度之后 你之后在上传YouTube的时候 它就会帮你变成1440的解析度可以选 那所以这个地方是特别要注意的 那其他的像这个我就都没有调整 好 然后在声音的部分也没有调整 但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效果这边有一个地方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当我们在做荧幕录影的时候 如果你希望你的滑鼠移过来移过去 或者按两下按一下 它会有不同颜色的效果出来 好 那这个叫做 这个就是在这个Effect这边做选取 那所以通常我都会把这个打勾 这个都会打勾 所以当我这打勾的时候 你在按左键的时候 它会出现红色 好 会出现红色的大圈圈 那你按右键就会出现蓝色的大圈圈 好 那平常在移动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黄色的大圈圈 这样子对小朋友在看你这个录影的时候 它的 它比较容易找到你的游标在哪里 所以这个地方通常我也会把它做选取 然后在储存的部分呢 这里 就是存档的地方 它会自动储存 就是每次你按录影跟按停止 它就会自动储存 那你可以预先给它名字在这边 然后这个后面它会自己产生 好 十分秒 像这样子 好 会长相像这个样子 所以如果你是要 刚好是要录一系列的专案 那你就可以 其实可以把今天这个专案 好 就可以直接把它打在这边 好 中英文都可以了 那所以它产生的党名就会是 好 就会变成10604017Squitch 然后后面会时间跟 跟那个时间 就时间了 好 那所以这几个地方是通常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那还有一个地方 如果各位老师希望在 在录影的同时 在画面上也能看到你的网路摄影机 那就会把这个东西打开 那它就会 如果你选左下角 它就会在这个地方固定会有一个视窗 出现你的大头 好 出现你的大头 好 那所以大概几乎就是这几个选项 最重要就是这一个 这是调节 调那个上传 影片录好之后的解析度 那上传YouTube之后 就会有这个解析度 那所以我们通常这样设定好之后就按确定 那这个设定就会永远一直存在了 那除非你有把它洗掉 好 那所以用法其实真的很简单 我们来试一下 就是我每次要用之前 我就直接按录影 不好意思 我的磁碟机已经换掉了 所以我改一下 那个储存 因为我这边没有依磁碟机 我把它存到桌面好了 好 好 那所以当我们开始要讲课的时候 我就直接按录影 好 然后我们就开始上课 然后把你要操作的介绍 的部分就直接跟小朋友介绍 比如说 来各位请看到我的网站 那这个是我平常在用的网站 那我的好东西 好软体 好程式 好教材都会放在这一个地方 那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把它叫出来 然后直接按停止 那当然它也有快速键 它有快速键 你也可以直接按快速键 那停止之后呢 其实它就会在桌面 直接产生这一个录影档案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试试看 好 不好意思 因为我的电脑上个礼拜送修了 所以现在这个是我儿子的电脑 所以你看这个游标也会有那个黄色的圈圈在里面 好 那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录好之后 我通常如果你要不想要编辑或者已经编辑好了 那我们就会直接把它传到网路上 好传到网路上 那所以在录影的阶段 其实我就是用这一个软体 它非常的简单 非常简单 那我们等一下再讲那个把它传到网路上的方法 好 那我先来介绍另外一个东西 好 就是我们在录影的时候 尤其像我们在做这个Squitch的教学 那常常会有这样的需求 就是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 那我在介绍Squitch 那我又要对照 我要对照左边可能是一个网路摄影机 要对照到我的硬体的显示的状态 然后一边呢 就会需要用到这个程式的画面 两边要对照的情况下 如果你这时候用的是实物投影机 就是很贵的那种一两万的实物投影机 它没有办法在Windows上面做荧幕的切换 就是它就是每次切过去 要么就是整个画面全部都是实物投影机 要么就整个画面都是你的电脑荧幕 那所以我们通常会用一个网路摄影机 来当做那个实物投影机 那它的网路摄影机它的用法就其实很简单的 你随便买一个网路摄影机 大概300块以上的解析度就够了 那我们就会去在那个Google的应用程式商店 我习惯用这两个网路摄影机的应用程式 那它就可以直接把那个摄影机带出来 像这样它就可以直接把摄影机带出来 那我就可以一边 一边放摄影机的一边放那个硬体的操作 然后呢一边就跟着 一边就是程式的教学的画面 这样子就可以两边互相对照 两边互相对照看直接程式 RUN的时候执行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那个webcam的输出的结果 那所以它就相当于一个实物投影机 但是它可以跟电脑同时在同一个画面上 同一个画面上 因为老实说我们电脑教室通常也不可能有两个 两个投影机 所以我们就会这样子来处理 那除了一般的网路摄影机之外 其实我现在比较常用的是这个也不错 因为这个校长让我买了一台 所以我现在出去都在带这一台 不然以前都是用网路摄影机 加上那个手机懒人架 所以这个其实蛮方便 它支架也可以移动 就是你爱怎么转转哪个角度 其实都可以 这解析度也蛮高的 而且也可以自动对焦 所以这一台其实也不错 不然我一般就用 从以前到买这一台之前 我一直是用350块的网路摄影机 那还有就是除了这两个之外 这个有一个特殊 这个网路摄影机它还有一个特殊功能 它就是在如果你是用笔电 一般我们用笔电的时候 一般我们用笔电的时候 笔电本身就有一个摄影机镜头 那如果你再插一个网路摄影机 因为笔电的摄影机镜头 没办法照桌上 那所以通常我们会再加一个网路摄影机镜头 那加一个网路摄影机镜头之后 它你会发现你去开那个网路摄影机的时候 会开的是笔电的那个摄影机镜头 那怎么样能够去选到 这一个你另外加的镜头 其实如果你用这一个 用这个webcam toy的话 它在右上角这个地方会有一个摄影机 那所以如果你把它点下来 它这里是可以做选择的 它这里是可以做选择的 那么当你选择完之后 你重新load你的网页 它就会变成是另外一边的镜头 那因为现在另外一边的镜头 我们那个zoom在使用在看我的头 所以这边就抓不到 所以这里其实是可以切换的 但是其他的APP好像没有办法看到切换的功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还不错 那你就可以同时看你要选哪一个镜头 那还有另外一个更厉害的东西 那之前发现 这个叫做ladybug 那ladybug它是好像是立萌的 食物投影机的程式 可是我们发现这个程式 你不用买立萌的食物投影机也可以使用 所以我们直接去找这个名字来安装 然后点下来之后呢 它其实就可以把整个画面给漏的进来 那因为我现在在使用 可是它这里就不能选那个画面 不能选你用哪一个投影机 所以我这边通常是 我这边如果把它推出来 这里就会看得到 那这个有一个好处 这个它是同时还是那个萤幕画剂的软体 同时还是萤幕画剂的软体 所以你可以冻结你的画面 这个是冻结画面 所以你的食物投影机 这时候如果有画面的话 我先把它关掉 有了 就是网路摄影机它不能同时两个软体去开 如果有一个软体占用 它另外一个软体就开不起来 那如果你用这个ladybug 它还有一个好处 现在是我的手在这边动 然后我可以一边做讲解 那你也可以把这个旁边的工具 这个是冻结画面 所以你把它点了冻结画面之后 这里的动作就完全不会动了 你就可以在上面做进一步的讲解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画线 这是我的指甲太长了 要剪 然后可以橡皮擦 一样可以擦 这有点像我们触控萤幕的用法 有点像触控萤幕的用法 也可以整个擦掉 然后或者是换颜色在这里 所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直接做讲解 直接做讲解 请你按Page Up 或者说功能键在这边 所以它变成说一个很方便 让我们使用的这个实物投影机的程式 那当然如果你把这个解冻打开的话 你就可以继续做你的操作 但是有一个小地方要注意 如果你用这个程式 我在我们的电脑教室有装过 就是如果有些电脑装上去的时候 它要重开机之后才会正常 那如果没有重开机 它会有一点点荡荡的 有一点点荡荡的 那所以如果你教室有装还原软体 然后有这个装进去 它会荡荡的 那就可能要把还原解开 就再装这样子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蛮好用的 然后还可以放大到整个萤幕 还可以同时跟你的萤幕的视窗 做对照 做对照 好 所以这是介绍的另外一个 这是那个Chrome Chrome浏览器里面的应用程式商店里面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在哪里 其实你只要 因为现在网络摄影机其实都不用装驱动 所以如果你要这些东西的话 你直接去你的那个Chrome浏览器 你直接把那个书签打开 这一排就是书签列 书签列打开之后 左边会有一个应用程式商店 那我们就把它点开来 点开来之后 一开始这里应该是空的啦 但是会有一个应用程式商店在这边 那你把它点开来之后 你直接打那个Webcam 去搜寻 它就会找到一堆Webcam可以用的软体 那刚刚那个Webcam Toy的在这里 然后另外一个摄像头在这边 这两个我都常用 你只要把它加到Chrome去就可以了 像这样子新增应用程式 然后另外那个Ladybug 不是Y哦 是L-A-D-I 它 等一下 L-A-D-I 在这一个 这是立萌的软体 立萌的 那感谢他 没有锁硬体 让我们也可以使用这样 所以这个其实蛮好用的 所以这几个东西是可以互相应用的 那也有老师会习惯使用 习惯使用手机 有比较进步的做行动学习的老师 他会用手机 那如果你用手机的话 我会建议这一个 Play商店里面有一个东西蛮好用的 Play商店 那如果你用手机的话 请你装这一个叫 找AirJoyd 这个 这个APP 它可以管理你的手机 然后包括控制你的 手机的摄影机的镜头 那当然那个管理电话簿 管理你的照片库 那些都是对他来讲都是小事 而且如果你是在你的电脑 你的电脑跟你的手机 是同一个网段的话 不管有线无线的话 它可以传档无线容量的传档 所以如果你有装这个 你可以在手机上面把它打开 我来试一下给各位看一下 好 这个是我的手机 那如果我们装了这一个 这个APP之后 AirJoyd 那你把它打开之后 它这边呢 就会出现 这边 这边就会告诉你一个 网站的位置 那这个是 就是要同一个网段 才会有192.168 这个网段 那如果你是 你有缴费的 你可以用这个网记网路 那就没有网段的分别 就都可以使用 但是如果你没有缴费的 它只有给你一点点容量 那你可以传一些照片 试试看 所以它可以跨网段的 但是跨网段要缴费 那不跨网段就不用缴费 那所以如果你要用 这个软体来看画面的话 其实 你就直接在你的客容浏览器上面 直接在客容浏览器上面 输入这个网址 那输入网址之后 你的电脑就会出现 要不要接受连线 那你按接受之后 电脑就会同步出现 你的同步出现 手机的管理的部分 这是手机的管理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去看 你的手机里面的照片 去做管理等等 或者是上传下载到电脑 这非常的方便 那当然我们今天要讲的不是这个 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我如果要用它的相机 我就点一下相机 按确定 然后它就会去直接开它的相机 各位我现在把手机拿起来 这个就是它的画面 那所以当然 如果你去使用照相功能的话 这边可以直接拍照 拍照之后 它就会传到你的 直接传到你的电脑上面 那所以这个就可以 也可以拿来当做无线 或者有线的 的那个实物投影机 然后配合你的 等一下要做线上课程的录影的部分 那当然啦 如果说你的手机像我一样是华硕的 你就不必用到这一个 你连这一个都不需要用 因为我们华硕有一个 就这个 PC-Link 的程式 那PC-Link 的程式 我直接在这里 我直接把照相机打开 其实就是 这个效率更好 效率更好 那我只要开了摄影镜头嘛 那它还一样可以放大缩小 还可以重新再对焦 所以这个效果真的是 如果你尤其上次栏课的老师 这效果非常的好 那 PC-Link 就是 ASUS 的才有这个功能 那其他的 我不知道 其他的连接好像没有那么顺 都会有点lag 所以如果你需要 网路摄影机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来提供 好 那回到我们的 回到我们的这个教学的部分 那当然所以硬体的部分 如果我需要这个双四窗 就是宜边有实物投影机 这个误写错了 好 那你就会用到 可能会用到这些东西 那软体我们刚刚也介绍过了 你可以使用这些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 如果我们刚刚已经开始做了 录影的示范 那录影的示范 我们现在如果要传到YouTube 那其实动作也蛮简单的 那就是 假设我们刚刚这个影片是录好的 那 所以我现在只要开 Google的 你就登录你的Google 然后在你的Google里面 这个地方 就会有YouTube YouTube已经被他收购了 很久了 那所以你就可以直接从Google账号进YouTube里面 那你要上传 上传你的 你的这个影片的话 这边就直接有一个上传 这个地方就是传影片上去的地方 然后这个我的频道这边 它可以进到管理的部分 好 那我们就直接把刚刚那个 刚刚那个程式先 刚刚那个影片 先直接上传 那上传的方式很简单的 我们以续是用客容浏览器 那客容浏览器呢直接把你影片 拉过来丢进去 它就可以开始上传 然后这个地方你就去去改一下你的这个影片的抬头 然后说明 然后这关键字蛮重要的哦 关键字就是你可以 这些关键字可以让人家在网路上很容易找到你 很容易找到你的这一支影片了 好那么你如果上传完了之后 这边呢会跟你说已经处理完毕 那重点是你的这个影片的网址在这个地方 好网址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如果你要在网路上把影片 就是让人家很容易找得到的话 你这个要把这个网址给人家 那网址给人家其实有点麻烦 所以以我来讲 我会把它放在我的部落格 我就会直接做一篇部落格 就一篇新文章 然后呢就直接把那个网址就贴进来 做成按钮 这里是文章的标题 影片测试 然后我直接把那个连结把它挂进去 我刚还没有copy 来copy一下 复制 好 我直接把它贴进来 确定 好 这样你的文章就做好了 你直接 如果你要加关键字 让人家搜寻到你的文章 在这边加标签 如果没有我们就直接储存 那储存之后呢 我回到我的部落格 他这边文章就会跑出来嘛 那所以不管你是用文章的方式 等一下 我刚没有存 好 等一下 露气了 把连结贴进来 按确定 按储存 存好之后呢 应该就可以回去看了啦 这边文章就会有了 然后因为你有 这是预览的模式 我回到正常的模式 所以你处理完毕之后 你的影片就会在这个地方 可以播放 那如果你刚刚已经也注意到了 那个解析度的部分 那我就直接来播放这个影片 那影片播放的时候呢 如果他已经处理完了 你这里就会有 就会有1440p的解析度 就会有1440p的解析度 那我们在上传影片的地方 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要注意 我们回到刚刚的影片上传的地方 好 回到刚刚影片上传的地方 在我们 你上传之后呢 还不一定人家看得到哦 因为我们预设的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私人的 私人的 那所以 你现在目前上传上去的影片 只有自己看得到 那怎么样去做修改 你可以在上传的时候 就直接把这里选成公开的 那或者是你去管理的时候 在我的频道里面 这里会有一个影片管理员 影片管理员 那么影片管理员里面呢 这边会有一些讯息 这是刚刚传上去的东西 那你可以看到哦 这个有地球的表示 它是完全公开的 每一个人都看得到 只要搜寻得到你的影片 就看得到 文正老师 我们现在没有看到你的萤幕 现在没有看到我的萤幕 sorry 没有看到电脑萤幕 好 等一下 这样有吗 这样有看到吗 有现在看到了 有 OK好 那刚刚多久没看到 一下子而已 一下子而已 OK好 好 那所以 我们在那个YouTube里面 好 在YouTube里面 他的这个 你登录你的账号之后 在 左手边 这里有一个影片管理员 跑哪去了 我的频道 先到我的频道 好 那这边就会有一个影片管理员 影片管理员 那点进来之后 我通常传上去会先摆私人的 然后再确定没问题之后 才来这边做公开 那所以 这边你看一下你的影片 如果说这里有一颗地球 表示这个是完全公开的 那个全世界每个人都可以找得到 找得到就可以看得到 那如果你今天这里是一个上锁的 表示这个是别人找不到也看不到的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来这边直接 直接做编辑 这里可以直接做编辑 这里好像也可以直接选 好 你点了那个 那个 我们刚刚是直接点那个锁头 如果你直接点锁头也可以 所以你就把它点进来 点进来就会进到这个影片的 细目的部分 那只要你把这里把它改成公开 这样子在按发布之后 每个人就可以看到这一个影片 每个人就可以看到这个影片 那所以唯一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 在那个录影的时候 在录影的阶段 唯一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录影的阶段 这个地方 在录影的软体里面 我都会检查两个地方 因为常常出错就是这两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解析度 调整视讯大小的解析度 至少要1440P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 你去 你在录之前你要检查你的声音 有没有去选到你要录的麦克风 不然常常录了半天 就没有声音 就很可惜 所以这一个地方 跟刚刚那个解析度的地方 是唯一两个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好 那所以这个是线上录影的部分 那再回到刚刚 这个线上录影唯一的小缺点 就是每次你关掉它 它会出来这个广告画面 三秒钟之后 你才可以关掉它 这是它唯一的小缺点 好 然后它还会把它的网页给叫出来 那个不管它 好 那我们回到刚刚YouTube 那我讲一下那个 在YouTube里面影片的管理的部分 除了刚刚这个地方 影片管理员里面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如果你又不想公开了 你就把它放成私人的就可以了 好 私人就可以 然后它的网址就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下次忘记了 就可以来这边再copy一下 那这是它的影片的标题 这个标题跟这个关键字 有助于人家在网路上找到你的影片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蛮重要的 蛮重要的 然后另外 如果说你的影片要稍作剪辑的话 以前我们都还是会用影像剪辑的软体 比如说你是自由软体派的 我就用OpenShot 那如果你 我们花莲县是有买魏力导演的版权 不过是第九版的 所以其实我用魏力导演用的最习惯 那如果你什么都没有的话 其实Movie Maker就很好用 Movie Maker就很好用 然后现在YouTube他也提供简易的影片的剪辑 那尤其是它的那个工具箱里面 它有素材库 这个地方超棒的 等一下跟各位介绍一下 那所以不管我们在做什么剪辑 不管是你自己录的 你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如果有配音效 或者你在录影的画面里面 你有去播放影片 在那个画面上你要注意有没有授权 我曾经剪辑过那个500的 学校跳舞 然后用500的音乐去跳舞的 结果后来YouTube就跟我说 你的影片有授权的问题 因为那个音乐是500的音乐 所以那个地方你就没办法使用它的音乐 所以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的 包括你播影片,你播YouTube上面的影片都不行 你在录影的时候 我今天要介绍一个什么东西 然后你去播它的影片 就会有授权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 那我来讲一下YouTube它的素材的工具箱 就是如果说我们只是要简单的剪辑 那在你的影片管理员里面 这里有一个创作工具箱 这个创作工具箱 我最苦恼的其实就是有一些要配乐的时候 因为我们没有那个音乐的素养 那你没有音乐素养的时候 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个音乐听起来到底是哀伤的还是快乐的还是什么情境的 但是这里它除了是免费授权之外 完全都可以用之外 它除了音乐之外还有音效哦 所以你要鸽子叫 要小鸟叫 要小狗叫 它都有 什么开门声音 你要配乐 方便 很好用 然后免费音乐的部分 它有这边有帮你分情境 然后帮你分类型 甚至帮你分乐器 所以你可以去挑选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影片 可能是要很强的节奏感的 然后呢 这个在很欢快的情境下面 然后可能用合成乐器的 那它就找了一堆 那你可以在这边试听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做选举 选择 那选择如果你有需要 这些音乐素材 你可以直接把它下载 所以这个地方 真的很棒 对我们这种没有音乐遭遇的人来讲 你以后要做那个音乐配乐 非常好用 而且你丢到YouTube完全合法 不会出什么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另外给各位讲一下 那在它的创作工具箱 影片这边有个影片编辑器 这个就是简易的Movie Maker 简易的Movie Maker 所以这边会出现你曾经上传过的素材 那你只要把他像那个威力导演这样把他拉过来放着 那不只是说你要把音乐再拉过来这边 他就可以直接做剪辑 然后 那这个部分就各位有空再去试一下 他可以做简单的剪辑 没问题 两轨三轨都可以处理 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当你影片多了的时候 好当你影片多了的时候呢 在你的这个影片的这边就会一堆嘛 就会有一堆 然后这边呢就会看到那个观看的次数 就是人家看你的影片的次数 然后在数据分析会有一些蛮有趣的事情 当然你也可以比如说你今天想播这个直播 那你可以直接选一个你的影片 然后去做即时串流 那他也可以做那个线上直播 好那数据的部分 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好这边有一些蛮有趣的东西 就是你可以看到你的影片被观看的次数 时间 甚至是地区 甚至是地区哦 所以你可以发现像我们 其实老师有兴趣的不是Arduino 只有那个 到底怎么驱动这个好像比较多人看 那其他老师有兴趣的其实是 像这种简单的音效剪辑 或是说这一个什么照片产生器 好那你可以看到他被观看的次数 然后在这边有一些资讯 比如说我刚刚看到有一个地区 他这边 流量的来源 还有热门的地区 你可以发现 你的影片可能不是只有台湾在看哦 不是只有台湾在看 然后也有分 有分他是怎么来的 我们以这个来讲好了 播放的位置来讲 如果那个人是在YouTube直接观赏的 这样的人 百分之九十五 那如果他是透过其他的网站 把他连结贴进来 贴了或者是镶嵌在他的连结里面 然后那些人是点了那些连结才进来的 他也会有这样的人 那所以你会知道说你的影片到底要放在哪里的效果比较好 他都可以做分析 所以你可以考 就是可以参考了 可以参考 那像 像我这边 好 这影片大概有点当 网路可能有点当 好 所以你可以大概可以这样子去去看一些数据 那包括像那个流量的来源 好 我看这个地方我就先跳过了 好 那所以呢 你可以去做你的影片的分析 然后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在哪个地方放是比较有效益的 那我为什么不选什么one note平台 不选那个什么 什么教育部的什么平台 因为其实我不太相信这些平台 因为平台或者是教育部的通常都是任务性阶段性的 比较少有那个好像放很久都不会被撤掉 不会坏掉的 那如果是任务性的 我就会比较担心说 万一教育部的补助停止之后 那你的教材可能就会不见 所以我一直是放最大的公司 放YouTube 那我的教材就会放在Google的部落格 那东西就会比较不见 那等我有需要就是要做科程包的时候 我再从里面去拉连结 其实这样子会比较 我觉得比较保险 比较保险 好 那所以 从刚刚的荧幕要怎么录 然后包括那个双荧幕 跟实物投影机跟你的操作界面 两个混合在一起的方式 然后有哪些东西可以用 然后到你的剪辑 剪辑的部分我们没有讲很多 因为时间来不及 那还有上传的部分的一些注意的管理事项 就在公开不公开 还有那个解析度的部分 录影长度的部分 YouTube它有限制 就是你的影片通常要在15分钟以内 15分钟以内 然后如果你是教学影片 它会另外有开放 所以还是可以放比15分钟还长 但是如果未来你的影片要放进军医平台 或放进哪个网站 他们都会要求你5到10分钟 5到10分钟 所以你可能要先在你录课程之前 先把你的单元先切好 好 先切好 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的解析度 YouTube这边要求 没什么要求 但是如果你要清楚的话 你的解析度就要在 最好要在1440以上 那军医平台它也是要求要1440 所以你在录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那还有一个注意事项就是 建议你最好用16比9的画面 就是宽的荧幕的画面 宽的荧幕的画面 不管是军医还是YouTube 他们都会这样建议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注意的地方 那所以另外 这个是指线上录影教材 那至于以后你在放教材的时候 你要放在部落格 还是要放在那个网站 然后弄个QR Code 那其实就是个人的选择 那因为时间剩不多 我们再讲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就是Google有那个文字语音输入 那所以如果你是要做书面的 其实你可以直接在你的云端硬碟 你可以直接在你的云端硬碟里面 好慢 直接在你的云端硬碟 然后那个Google的Document里面 我们直接新增一个Google的文件 在Google的文件里面就有这个线上语音输入了 因为打字其实很痛苦 打的手都快断了 所以当你在Google的Document里面的时候 你直接把语音输入打开 那你要输入文字就很简单 大家好 我是邱文胜 他的辨识率其实蛮高的 尤其是网路很顺的时候 几乎可以跟你讲话的速度一模一样 那如果是一般的用词用语 那个正确率绝对是99%以上 各位看到 这个速度很可怕 所以当我们要做教材的时候 其实可以用这个方式 再贴到你的文件上面 那至于那个减图 因为我们贴教材经常会有需要这样的图 那我就会用 以前我是用这一个 那后来发现这一个在Win10的时候 也会有一点不正常 这FS Capture 然后后来我就改用PickPick 这个PickPick应该很多老师也在用 那他除了做荧幕减图 像这个是剪自由的范围 他就会直接帮你剪出来 剪好 那也会帮你直接存图片 那你就可以 你也可以在这边做一些标记 标记 做 在这边直接 比如说绘图 圈起来 或做标记 或者打字 所以这个也可以帮你做 那个图示 就是你在写文件的时候 他的图片的说明 然后说明 好 那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我切换回 我把那个共享停止掉一下 我给各位看一下荧幕画面 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蛮好用的 好 不能全部看到我的画面 我要怎么样把我的画面放大到全 各位 你可以选 那个发言者视讯画面 右上角 你选一下发言者视讯画面 然后各位就看一下我的那个摄影机 这个是我在淘宝上面掏的 这个是小型的摄影棚 这个小型的摄影棚 便宜大概台币可能一百多块而已 一百多块 那它是那个硬的塑胶 它可以拆 可以拆 它这边有磁铁 这边有磁铁 所以你这样放上去它直接就吸起来 那可以带走 就是可以折叠带走 那打开它磁铁自动吸起来 然后这个有附两片这个软垫 然后可以消光 然后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LED灯 所以如果你要拍一些简单的小东西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直接 直接插电 插电之后 灯光就会亮 那就是一个小的摄影棚 我就会在这边拍东西 那个拍的效果就很好 因为太便宜了 所以分享给各位了解一下 好 那我想我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了 就先讲到这里吧 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可以在里面提问 刚才有老师问说 语音输入的时候标点符号有办法跑出来吗 Google里面 Google里面现在好像没有标点符号 所以我们都是讲完之后再补上去 所以就是 但是这样输入也很快 输入的时间非常快 那个以前 高德祥说直接讲句号逗号 也可以 各位试试看 可以试试看 那以前 以前我们直接在那个软体 微软的语音辨识里面 直接讲句号逗号是可以的 但是在这边应该是不行 因为我刚刚试了一下不行 他会直接把句号两个字打出来 所以大概不行吧 好 那文森老师因为我们我们现在只有看到你的那个keyboard那边 有要分享你的画面吗 有等一下 ok 好现在可以看到 好就是我刚刚 所以好 再分享一次 好就是刚刚我这边有测试一下 就是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好那个句号逗号 它会直接把文字打出来 它不会出现那个逗号 大家都看到了 好所以这跟微软输入法还是不一样 但是这个辨识率比微软高的太多了太多了 所以毕竟云端资料库库庞大 这个效果就很好 好 那还有老师 刚刚好像老师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老师讲的太详尽了 所以大家好像都没有 我看一下都没有 没有老师有提出那个对于你上课内容什么问题 这个应该他们都很熟了啦 这个应该你们都很熟 大家都是来捧场的我在想 没有没有 不过有很多美感就是小细节 可能这些软体大家都有用过 但是刚刚文森老师有提醒了一些小细节 大家再留意一下 因为可能没有操作那么顺的时候 有一些小细节像这个 那个没有设定好的话 也许在使用上面就会有一些问题 那文森老师中间你有那个部落格 部落格因为那时候没有就是没有成功 应该是你那时候还没有发布 你的部落格你存了之后还没有发布 所以没有发布出 没有按照发布 所以你回到你的部落格去看的时候 预览的时候OK 但是回到部落格去看的时候就没有看到 对对对 这个问题 对 我不晓得老师有没有问题提出来的 先给 目前没有 他说新制度可以分享吗 可以啊可以啊 那我我等一下直接丢到铺浪客社群吗 或是你的部落格上面也会有吗 我的部落格还没有这一张 还没有这一张 那我两个地方都放好了 到时候大家可以在文森老师的部落格 还有就是我们教育铺浪客 铺浪客这边 感谢文森老师很无私的来分享 那 那这边也要做 除了感谢文森老师之外 也是要再宣传一下 就是我们下一次 下一次5月15号 我们火味人人系列的课程 一样会有文森老师的 人人都是超级讲师 那文森老师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讲一下 我们下一次分享的内容大概是什么 其实就是一些上课的美感 我分享一下画面 好 其实 这个地方就是 上课其实 真的有一些美感 可以让我们上课 就是比较生动 那除了这个事前的准备之外 那包括我们 其实我比较要讲的是 后面这些东西 那这些东西在我们上课的时候 可以帮助我们的学生集中精神 然后就是可以融入你的上课的情境 那 大概就是这些美感 比较不像我们一般上课的东西 平常大概也没有人会讲这些 对 所以看我们这个人人都是超级讲师的这个内容 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会非常的好奇 就像文森老师讲的这些美感 可能平常我们比较少在网路上或是其他人有分享的 那也非常感谢文森老师非常无私的来分享 我觉得现在就是渐渐的我们这录制教材 或是的机会越来越多了 就是不只是 不是资讯的其他科目的老师 有很多有这个录制教材的需要 那文森老师可以在下一次的时候就会把我们这些录制教材上课的一些小技巧 还有Pepple跟大家来分享 也非常感谢那个文森老师 很无私的分享 再给我一分钟 好 一分钟 那个 我把画面切换一下 是 有老师 因为我们之前要做线上教材的时候 那个国研校长很体贴我 第一 因为我们如果用那个O-CAM 最麻烦的就是经常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忘了去按录影 或者是讲完了之后忘了按停止 那如果用这个东西它其实可以很方便 就是你要上了你就按一下这个开关它就开始录 然后你讲完了再按一下开关它就停止 可是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录影的解析度你丢到YouTube之后 它最高只有720匹 所以很可惜 所以我后来还是都没有用这个直接用O-CAM再录 这个地方跟各位报告一下 所以这个是录制教材很方便的工具 但是就是现在缺点解析度比较差一点 对对对 看以后会不会有改进的版本 好 那现在有老师提出来说 有没有怎么下载FB的影片 这很简单啊 我分享一下画面 一般我们如果是YouTube的就很好下载 各位去装这个 这是袁珍老师推荐的 以前我不是用这个 这个是YouTube影片最好用的 那我简单的操作一下 那个FB的我等一下讲 就是我们在网路上啊 如果你找到你要的影片之后 好 随便 我就随便找一个我的影片 你随便找到一支你要的影片之后 我随便找哦 把他的网址复制一下 好 他的网址 把他复制一下 那复制完之后呢 复制完之后你直接 好 直接把那个4K Video Downloader 打开 直接按贴上连结 他就会自动去分析那个影片 然后直接就帮你下载 那如果他有那个解析度可以分的话 他会问你 如果没有他就会直接下载 他一次可以下载很多个 所以你就是来这边直接贴连结就好了 这是YouTube的方式 那那个FB是这样子哦 FB的方式也很简单 这个网路上我们有贴过好几次了 转贴过好几次了 假设我们现在在 在这个 分享一下 嗯 哦 假设我们在网页上看到 等一下 我找 哎 哦 这是我儿子的网 我用的是我儿子的电脑 好 那个假设我们在社群里面看到一个影片 我只要按右键在影片上按右键这里显示网址 然后这里就会出现网址 我再按一下前往网址 让他跳转到那个放影片的那个FB的画面 那跳转到这边之后呢 你就直接把上面的那个三个W改成M 哎呀我的电脑 把这个三个W直接改成M 然后按Enter 那三个W改成M之后 他会把这个影片 就是切换成那个手机的显示模式 那因为他应该是用标准的HTML5的方式去做呈现 所以你这时候只要按一下播放 只要有按播放就好 只要有按播放之后呢 你在影片上面直接按右键 就可以把影片另存为那个影像档 那个MP4的影像档 这样子就可以直接把它存下来 所以你根本也不用透过什么工具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 先在你要看的影片上面 直接跳转那个网址 跳转到影片的网址 按右键 这边有一个显示播放影片的网址 显示影片网址 然后再点进去 前往网址 然后把那个三个W改成M 然后等他出来之后按一下播放就可以下载了 就可以将影片另存 就这样子 所以很简单 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 我们谢谢文胜老师 最后还加码我们这个影片的下载 那我们这一次课程的时间也就到了 非常谢谢文胜老师 那我们再预告一下 我们下一次上课的时间是5月15号 那也希望大家5月15号的时候准时要上线 来跟文胜老师一起来做学习 谢谢文胜老师 谢谢你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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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